上课吃糖千万别给校长发现 不然遇到这样的 就直接把你丢出窗外 甚至在这所学校 女孩不允许赞麻花辫 否则给校长逮到 就这样抓着两根鞭子 在原地来了烫360度旋转 猛的就当成千球甩飞十万八千里远 要是有学生不听话 更是直接关进满是钉子的禁闭室 就是这么一间学校 就问你敢去吗 虽然这校长天性暴力 但还好有位善良淳朴的女老师 对自己的学生百般呵护 而今天刚转来了新同学小美 一上课就要背出99惩罚表 哪知小美不仅背得精通 甚至是老师随口说的 13乘379等于多少 她都一秒达出4927 老师惊呆了 自己算了一遍后果然正大 可这一年级的小女孩 怎么就能这么聪明吗 这还得从小美刚出生时开始说起 她出生于极度抠门且懒惰的一家 父母刚接她出院 就把她单独一人放到后车厢 一脚油门下去 搞得小美在车后摇摇晃晃 真是庆幸没出事 老妈为了省方便 还直接把她抱到洗手盆里洗澡 而且他们为了赚大钱 每天出门工作 连招呼都不打 就把二岁大的小美留在家 这也给她养成了小大人 不仅学会自己穿衣打扮 四岁就能自己动手制作早餐 看着煎饼热气腾腾新鲜出炉 我这叔叔辈的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不仅如此 她还读遍了家里所有杂志 可就在要求爸爸给自己买本中华字典的时候 对方却以省钱为由 当她看电视就好 反正电视的内容比啥都多呢 没办法 小美决定孤身一人出发图书馆 管理员奶奶见她这么可爱 还允许她想借多少书就借多少书 而随着日子一天天流逝 小美也步入了六岁 此时的她已经读了六百本书 知识量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然而看着她每天在家读书的样子 爸爸已经忍无可忍了 对方撕掉她的书 强行逼迫她看着电视 结果小美火气上头 眼睛狠狠一瞪 居然把电视给瞪爆了 难不成 是有啥超能力吗 这学校对胖子也太不友好了吧 校长见她好欺负 居然拿出比脸还大的巧克力蛋糕 让她当着同学的们全部吃下 起初小胖还觉得味道不错 津津有味地品尝起来 没一会就啃光了 结果这校长狠得不行 转头又亮出八磅大蛋糕 想要强行让她吃完 虽然美味 但小胖吃多了 都觉得自己像在鸭翔一般 还没等她吃完 胃就开始翻腾 差点就没吐出来 乃至小美猛地站起 带领同学向她加油呐喊 一瞬间 小胖来劲了 她大口猛赛 最后把盘子都舔了个金光 但校长可不乐意了 见这群学生这么嗨 更是下令他们留校五小时 然而到了第二天 校长气势汹汹逮住小美 说她爸爸卖给了自己一台烂车 气得直接将小美关进了禁闭市 原来当初美爸为了省城堡 将一台烂车撒谎成辆车 卖给了校长 而校长为了报答 许诺可以让小美来自己学校读书 这可真的是坑娃的爹呀 之后在校长亲自上课时 还当着全班的面 说小美一家都是骗子 哪知校长口渴想到杯水 居然倒出个壁虎出来 差点就喝进肚子 结果小美眼睛一瞪 水杯直接爆开 壁虎也随之扑到校长身上 可把对方吓得不行 放学后 老师为了安慰小美 将她带回自己家做客 哪知老师家的隔壁邻居 居然就是校长 原来她俩是侄女和姨妈关系 当初老师的父母离世后 校长就把她赶出家门 强行住进她家 而老师的妈妈留给她的布娃娃 这女孩天生拥有超能力 她眼睛一瞪 牛奶盒就原地浮空 自动给碗倒上牛奶 接着勺子伸进碗 小美无需动手 犯来就伸头张口 而且她手指一点 就能点亮电灯 摆一摆手 娃娃就自己说哈罗 她玩得不亦乐乎 站在桌子上大涨舞姿 整叠纸牌就像花瓣一样 在屋子随风舞动 而现在 小美摸黑来到校长家外 发动念力将老师的布娃娃拿到手 只见她躲在窗外 想要整骨下校长 她先是将时钟调到准点响起闹铃 接着电灯闪烁 窗户大开 校长的自画像也飞进壁炉烧了起来 随着无数颗小球从楼梯滚落 下一秒 侄女王妇的画像就朝校长飞来 校长瞬间惊慌 以为家里闹鬼了 吓得她赶紧跑路 一旁的小美笑得乐好 结果头上的红发带随风飘落 刚好落到校长面前 这下可完了 然而不知麻烦上身的小美 隔天还给老师布娃娃后 就像其展示了自己的超能力 就在对方一脸疑惑时 校长就气势冲冲跑到教室 她让所有学生站成一排 接着拿出红发带 想要揪出昨晚的捣蛋鬼 哪知小美发动念力 她远程操控粉笔 以老师王妇为名 在黑板上写下要找校长麻烦的信息 随后数块黑板擦飞来 拍得校长眼睛直冒黑 哪知校长猛地起身 抓住一个小孩就往窗外扔 眼见要出事 小美再次发动念力 保住同学 让其顺势折返飞回来 就把对方搞得晕头转向 哪知校长一个猛牛冲锋 却把自己撞出了门外 全校同学见到她这副惨样纷纷出击 拿起家伙对着她就是一顿猛杂 最后 校长怕得离开城镇 老师也搬回了属于自己的家 而她见小美父母完全就没个父母的样 更是无常和他们达成条件 收养了小美 而六岁的小美 也终于体会到了家的滋味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马蒂尔达》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